呼呼 好,一個就好了 夭壽這麼厲害 螢幕亮了 呼呼 也是一個就起來了 很厲害耶 繩個台這樣 有的就走 最近啊 因為這兩顆電瓶快掛掉了 然後又在等那個 加聖的離電池 就之前我裝在 420那一台的離電池 還沒好 所以 現在這兩顆電瓶也差不多了 兩天 本來是兩天發不動 現在連一天都發不動了 所以他先拿一個救援坦克給我 然後他 我看他網路是寫 12伏特的 有3000安培 然後像這個 24伏特的 有1500安培 都可以啟動 等一下來 開箱一下 今天剛好 後面那一台比賽車 也都沒半低電 那現在這台 已經發不動了 沒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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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開箱一下 這邊有一個是家用的充電器 應該是 家用的 這種的 但是 車 直接 可以用車子充電 我覺得這個蠻方便的 來看一下 他這一台機子啊 有12伏特跟24伏特 兩種都可以用 重點是說 這台機子沒電的時候 可以拿去 有電的車子充電 而且很快 差不多 兩分鐘 用車 正常的車 車在重電 兩分鐘 兩分鐘 就能把他重霸 你就能拿到有車 像我們 有時候停在這樣 旁邊又有貨櫃擋著 其實要來接電 你如果接電線 不夠長的話 也是很麻煩 所以說 這樣的救援坦克 救援電源 我覺得是蠻方便的 可是你如果說 以我這樣 小小的 沒幾部車 買這一台 是 不知道 我覺得 自己覺得吧 四五台車 可能買一台 還OK 他網路上 他有 在留言裡面 跟 網友說 這個一台 大概是 一萬 一萬兩千 看你覺得 值不值得 但是我覺得 他 充電很快 他可以 再兩分鐘 就可以把他充滿 你就可以有電 像你的 其他車 既要有電 用這個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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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車 就可以充電了 我現在不知道他裡面有沒有電 看一下 這台 這台也沒電了 我現在來試看 鞋子 鞋子 這台 這台沒電的車 還要把他送進去 我還沒辦法 我這樣 預想前開的 試看看 我現在電接好了 有二十四的 這邊有什麼 二十四的 這邊是十二的 OK 剛剛沒電 我拿去用小烏龜 給他充一下 小烏龜充 充三十秒而已 來看看 會不會 試看看 好 好 這個就好了 夭壽 這麼厲害 然後 我這台 Golf的 比賽車也放很久了 也都沒有發 現在是沒有電 車上去看看 變出物箱 製物箱 裡面都抓什麼 好 好 好 動腹 哈哈 哈哈 只有任性而已 過不來 做自物箱 現在 攝錫在這裡 完全沒有歡迎 我們 電霸給他接上去 現在這樣 把那邊的頭 我的這邊 把他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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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看 很久沒辦法 欸 剛剛沒有亮 也是一個下去了 好 這樣就讓他充電一下 很厲害 很厲害 整個台 這樣 有的就走 不錯 好 給大家參考 看看 這個 這是 麻心電子 做 台灣指導 這台電霸 我使用起來 覺得還蠻方便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單價 你可能車子要多一點 比如說你是保養廠啊 或者是公司可能四五台車以上 我覺得這樣會非常的方便 因為像 有時候 已經一步沒辦法發動了 然後隔壁又有車子 什麼的 你還要在那邊接線 根本沒辦法移動 線不夠長 會有很多困擾 所以那個CP值 你們就自己參考 但是我覺得他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 你用一般的小烏龜 你來上班 開小烏龜來的話 就算那台 接電的電源 沒電的話 那個 救援坦克 沒電的話 你還可以用你的小烏龜 充電 只要三十秒 打一個 暗咪就有電了 就能有 像我剛剛 後來我是去借我們 同事的車子 就讓他打個三十秒 然後他就可以發動 我的拖車 還有那台Golf的比賽車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就 給大家參考一下